虎扑10月22日训阿森纳就将凯文坎贝尔此前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奥巴梅扬 坎贝尔表示 当奥巴梅扬被对手限制住的时候 阿森纳的其他球员需要站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僵局 坎贝尔还表示阿森纳本赛季很有机会夺得欧联杯冠军 因为他认为阿森纳本赛季的阵容很有竞争力 坎贝尔提到 对手现在都在努力限制奥巴梅扬 现在对手都知道他们只要切断了奥巴梅扬和阿森纳其他球员的联系就有机会击败阿森纳 双引号 说实话 当奥巴梅扬被对手限制住的时候 阿森纳的其他球员需要站出来 如果阿森纳有另一位球员能够给对手制造那么大的威胁 那么对手就不会一直专注于限制奥巴梅扬 双引号 这也是阿尔特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需要制定出另一套更聪明的比赛计划 双引号 坎贝尔认为阿森纳本赛季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他认为阿森纳本赛季有机会夺得冠军奖杯 坎贝尔对此表示阿森纳本赛季有机会去竞争英超冠军 双引号 拜福顿和阿斯顿维拉现在的优势稍微大一点 而其他球队之间几乎没有差距 双引号 我认为英超在十轮之后就会变得更稳定 人们大概就知道哪些球队能够竞争冠军了 出色的球队肯定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 不断取胜 拿分 双引号 我认为阿森纳之后需要拿出更稳定的表现 他们需要拿到积分 稳固甚至是提升现在的排名 然后他们再去考虑圣诞节和新年的联赛排名 双引号 我真的认为阿森纳本赛季有机会去竞争冠军 因为他们本赛季的阵容真的很不错 双引号 坎贝尔还认为阿森纳本赛季有机会在欧联杯的赛场上更进一步 他对此表示 阿森纳完全有能力去竞争欧联杯冠军 双引号 阿尔特塔之前表示阿森纳现在的目标就是赢下每一场比赛 比赛 而这也是阿森纳球迷们想要听到的话 双引号 阿森纳上个赛季没能够在欧联杯中走得太远 而他们上上个赛季输掉了欧联杯决赛 而我认为阿森纳本赛季很有机会夺得欧联杯冠军 双引号 欧联杯冠军奖杯是一座很有分量的冠军奖杯 而且拿下欧联杯冠军还意味着能够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 双引号 坎贝尔还表示 很高兴看到阿森纳做出回应 当然 阿森纳现在的后防线还不是很稳固 但是很显然 他们能够阻挡对手的一些进攻 双引号 阿森纳将待之后对阵莱斯特城 而莱斯特城目前是英超最出色的球队之一 阿森纳必须利用好他们的主场优势 双引号 阿森纳之前分别在联赛中输给了利物浦和曼城 而他们必须要尽全力战胜莱斯特城 双引号 阿森纳之后还将在英超联赛中对阵曼联 你认为这两支球队本赛季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曼联拥有一些很棒的球员 但是我认为阿森纳的阵容要更加均衡 当然了 阿森纳现在也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而我个人认为阿森纳本赛季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双引号 皮克福德此前的犯规让范戴克遭遇重伤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皮克福德之后并不应该被追加竞赛处罚 裁判和BAR当时都做出了判罚 之前外界有人说皮克福德应该吃到红牌 双引号 但是范戴克当时处于阅位的位置 事实就是皮克福德不会被红牌罚下场 而我认为皮克福德之后也不会被追加竞赛处罚 双引号 范戴克是一位顶级球员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遭遇这么严重的伤病 但是伤病就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范戴克会因伤缺席很长时间的比赛 而这也是职业足球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双引号 阿福顿本赛季开局表现得非常出色 你认为本赛季会出现利物浦和阿福顿竞争英超冠军的局面吗 是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阿福顿开局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是他们的球队阵容深度还不够好 双引号 随着赛季的进行 球员可能会遭遇伤病 而阿福顿到时候的轮转情况可能会不如英超的其他强队 双引号 我认为那对于阿福顿而言将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很高兴看到阿福顿目前位于英超的七分榜防守 而阿福顿现在要做的就是延续这种好状态 双引号 这罗本赛季在阿福顿表现得很出色 你认为他之后能不能继续扮演阿福顿队内的核心角色 我认为这罗对于阿福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他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当然了 乐温本赛季也表现得很出色 他也是阿福顿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的关键之一 双引号 这罗在比赛中创造了那么多机会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球员 说实话 这罗在比赛中不需要用过多的跑动就能够对阿福顿产生积极的影响 双引号 尼尔梅洛尔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他对于利物浦的看法 梅洛尔表示 虽然范代克此前遭遇了严重的伤病 但是利物浦现在的阵容依然很有竞争力 梅洛尔还表示 虽然阿福顿本赛季开局表现得很强势 但是英超的其他球队现在依然会将利物浦和万诚视作他们的挑战目标 你如何看待皮克福德之前对范代克的犯规 你认为皮克福德应该被追加竞赛处罚吗 说实话 皮克福德当时对范代克的犯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利物浦球迷对此感到很失望 双引号 裁判当时花费了好几分钟才确定了范代克在被犯规的时候确实处于阅位的位置 双引号 除了那次犯规以外 皮克福德在那场比赛中表现得很出色 他做出了三到四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我认为他是阿福顿那场比赛中的最佳球员 双引号 我认为皮克福德当时应该吃到红牌 我认为他应该被追加竞赛处罚 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被处罚 我也不知道竞赛的时间到底是三天还是多久 双引号 范代克很不幸 他因此遭遇了非常严重的伤病 他将缺席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赛 而如果当时皮克福德被罚下 我认为那场比赛的结果也会发生改变 双引号 马内之前的缺席让利物浦在对阵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中表现得非常挣扎 而你认为范代克的缺席将对利物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没人知道利物浦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范代克缺席比赛的问题 自从范代克加盟利物浦以来 他几乎是打满了每一场英超联赛 双引号 当然了 利物浦现在还有几名中后卫 哥迈斯取得了一些进步 马蒂普也还在 我认为巴比尼奥也能够暂时顶到中后卫的位置上 双引号 很显然 范代克的缺席将对利物浦造成很大的影响 范代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后卫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缺席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双引号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利物浦的中后卫组合之后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表现 阿利松的回归对于利物浦而言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阿利松的回归能够稳步利物浦的军心 双引号 你认为利物浦之后是否应该优先引入中后卫 如果利物浦在今年夏天签下了一名顶级中后卫 那么马蒂普和哥迈斯就可能会失去他们的位置 而马蒂普和哥迈斯之前已经和范代克搭档了一段时间了 双引号 他们都和范代克建立起了很棒的关系 而范代克是那种能够提升队友表现的球员 双引号 利物浦现在的阵容深度似乎不是特别好 你认为克洛普是否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某一项赛事上 你认为他该把注意力放在英超联赛上 还是欧贯联赛上 虽然范代克遭遇了严重的伤病 但是我认为利物浦仍然会去努力竞争各项冠军 他们过去几个赛季就是这么做的 双引号 利物浦有这样的能力 而我认为利物浦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位置就是中后卫 双引号 利物浦现在的风险实力是很强的 他们之前引入了弱塔 利物浦的前场三叉戟一直都表现得很稳定 双引号 我认为利物浦本赛季肯定能够从欧贯小组中出现 然后等到圣诞节 我们再一起看看利物浦在欧贯淘汰赛中的表现吧 双引号 我认为利物浦会同时去争取英超冠军和欧贯冠军 各洛普不会将重心放在某一项赛事上 双引号 爱福顿本赛季开局阶段表现得非常强势 你认为本赛季会出现利物浦和爱福顿竞争英超冠军的局面吗 自从我们经历了之前的停赛 我认为足球一直都是无法被预测的 你无法排除任何事情 爱福顿本赛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热刺和阿森纳也取得了进步 双引号 谢尔西本赛季看起来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我们在本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都认为利物浦还是会和曼城竞争英超冠军 双引号 如果爱福顿在圣诞节的时候依然能够在七分榜占据前列 那么我认为我们本赛季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英超联赛 双引号 是的 白福顿本赛季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是我认为英超的其他球队现在还是会将利物浦和曼城视作他们的挑战目标 双引号 那 我认为 wichtig